歡迎大家繼續來到 禮拜六早上8點到9點 為各位所播出的 新聞放鞭炮報導 第一名節目 今天我們繼續請到的是 第一名店的總經理 非常非常懂得 第一名店的所有的食材 而且他講話好溫柔 上個禮拜受到大家高度的讚美 為各位介紹 王薇君小姐 Coco姐早 各位觀眾大家好 非常歡迎你 我們上個禮拜介紹的豆腐 很受歡迎對不對 這個是很特別的豆腐 我自己都很喜歡吃 所以那天我媽媽看完節目之後 她也說叫我買一箱 因為我們剛好家裡都用完 所以我們自己都是愛用者 對 尤其夏天 夏天的時候 你可以把豆腐拿來單獨做 冷的料理 辦不同的第一名店的料理三寶之外 今天還有其他的豆腐的不同的嘗試的方式 等一下我們在節目裡面要告訴大家 那另外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要為各位繼續介紹第一名店是怎麼長大的 大家都知道了 第一名店本來是香菇王集團 那王董第一個公司是香菇王 跟媽媽食品有關的 對 上個禮拜你說了你本來自己從美國學會計回來之後 是你自己丟了利率然後到美國銀行上班嗎 後來看爸爸媽媽好忙喔 所以你就先到香菇王集團上班 對 因為那時候 其實因為念書的時候在 就小時候的時候其實 爸媽這個香菇王公司 我們就已經滿熟悉的這樣 因為那時候產品很少啊 就是那個香菇金 你們家香菇王集團 對 香菇金 就是開宗迷你第一個產品到現在 對 時常情署產品 對 所以那時候東西種類不是很多 那後來是成立第一名店之後 開始 也是生產業公司的產品就是香菇醬油 開始起頭這樣 然後還有我們就是之前講的芝麻醬 就開始有這樣子就是 比較像是廚房用的就是常備醬料 那董事長就開拓了他自己開始 找食品的食材 那他也想要有自己的會員 因為他覺得他的客戶 都是從吃香菇金開始 那他希望就是開始 米油鹽醬醬調味料這些 也可以用好的健康的 對 所以他就是開了第一名店這樣 所以第一名店 他是從香菇王這個集團開始的 一開始他就像一隻小樹苗 本來小樹苗是這個 對 因為只有一個產品 一開始只有這個產品 然後這個產品之後才開始有醬油露 對 因為香菇金的當時的生產者 就是森喜座先生他們那個集團 對 然後他們現在已經到第四代了 所以在第三代的時候 他們就讓我們知道香菇它有醬油在日本 也是很他們日本人也會愛用的這種醬油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當年二十多年前 日本的醬料醬油還是算是很高價位 特別是香菇醬油這個真的是很少見 這好有意思喔 那個 所以 維俊納爾擔任第一名店的總經理 是從香菇王集團參與工作 然後第一名店成立的時候 上個禮拜你有說你以為你是資深員工嗎 對對對 應該是 你就爭取到了那個總經理的位置 所以 沒有 沒有 一開始不是總經理 對 一開始你還是到第一名店去做基層的工作 對 你那時候在香菇王做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有客戶 那時候董事長是用說明會 就是直接銷售 直銷的方式 所以我們有一個就是比較資深的業務 就是像跟著董事長去接訂單 那我就跟著他在學習這樣 那我媽媽王太太就是財務 所以我們公司那時候也有一個會計小姐 然後送貨員好像也只有一位 所以我們公司那時候人員很精簡這樣 因為東西沒有很多 那我就是從也是接電話 那時候其實真的是很 因為我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所以要跟陌生人講話 其實這些事情都是對我來講 非常大的挑戰 那時候也年輕 然後比較不能適應 因為可能是因為在銀行 它有一個流程 那在自己家公司 其實就會有時候比較不太一樣的 就是白天老闆老闆娘 然後晚上又變成爸爸媽媽 就是王偉君自己可以寫一本書 沒有沒有我覺得 我的老闆是爸媽 有一些公司角色是父母親是老闆老闆娘 大概都會有 很多 我這樣子的 感受 對對對 那問題是說 你這個感覺你舉幾個故事給我們聽好不好 舉例來講就是董事長比較嚴格 所以他就是比較兇 那比較兇的時候你真的會很害怕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要做到多滿意這樣 那可能他很習慣這樣子對其他的就是同事 所以可能他們見怪不怪 可是對我來講我就會衝擊很大 我是你女兒好好要罵這麼 那我也看到他對我母親也是比較傳統式 就是他們會在意見上會有比較就是互動上 有時候是比較好像一來一往這樣 這就是早期早期真的是 對 所以你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兩人要磨合 那你學到了什麼 因為從最初開始 所以董事長就讓我學習做櫃台 那櫃台就是要接觸客人 所以也是 甚至我媽媽也教我怎麼做船票這樣 那都是手工作業 對 然後還有包裝 因為我們公司沒有很多人 所以我們要學習組裝像一些 就是這種醬油裝成禮盒這樣 就是還有甚至一箱一箱的醬油打包 都是王太太 然後還有外務這樣子 就是等於是我就是像公司裡面最年輕的員工 然後我也是要承接就是學習這些非常非常基礎 其實我覺得我不喜歡 因為以前在銀行有一些同事 大家中午出去可以吃飯 講話聊天這樣 那你是自己在家一面 然後你可能沒有什麼跟你就是 差不多年紀的朋友 就比較 對所以那時候的確有一段時間是蠻 比較壓抑吧 對 然後我有幾個好朋友就是 他們都是在銀行上班 就知道我回到家一面工作 就是周末的時候會出來聊聊天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們分享 我在家一面的狀況這樣 然後他們就說 對啊就是在家一面工作其實都是一件 就是你就是要自然要承擔一些別人沒有辦法接受的苦吧 對 當然 基本上那個可是接電話這種事情也是要訓練的吧 是是是 對 所以 你有被顧客罵的經驗嗎 他們都會說你不會講台語 我不要跟你講 對 因為我是台北長大的 你不會要講台語喔 我現在 我現在已經比較流利了 因為我們是 現在你會說 對 現在比較會好 因為我們小時候是台北長大 然後念的學校是私立小學 然後那時候是那個就是 講台語是要罰錢的那個時代 所以我們其實國語都很流利 然後在家裡面也很習慣用國語 那爸爸媽媽其實都會講台語 所以我們聽都聽得懂 然後跟阿公就是 阿嬤那個時候 阿嬤也 奶奶跟外婆都是用台語溝通這樣 我也是後來在公司上班的時候 因為客戶越來越多 其實都習慣用台語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突破這樣子 真的耶 所以你現在不接客服電話 偶爾人太忙你也要接吧 我們公司其實電話來三聲的要把它接拆 規定啦 對 大家試試看 等一下你們打0800 21388有沒有想三聲接起來 所以你們現在所有的客服人員 所有接電話的人都會講台語 沒有 現在比較年輕的還是比較 不過我們在面試的時候都會跟他們說明說 因為我們公司年長者客戶 然後就是最少聽台語這件事要 然後或是簡單的 對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也是都推母語 台語這樣 對 所以這個王維京總經理從基層做起 然後他自己主動的回到家裡的工作 你爸爸並沒有因為你是主動回來的 對你客氣一點 我做好多事情 他有時候不會講什麼 就直接你去做 然後你不會做他會 因為他很多就是親力親為的 所以他就會他自己以前 像他是在航空公司就是有什麼 不是說商標Logo 他們都好像還有 我記得在公司那時候剛進去 董事長就是很多產品就要做DM這樣 對 他其實也是親自就坐在我旁邊跟我講 這些產品怎麼放 然後文字怎麼樣 所以我其實就是他就是完全 而且很嚴格 就是說非常累就晚上熬夜他也就是不死心 就是要弄什麼 你趕快給我看 就幾乎是每做一次他都要修改 他就是一個很要求的感覺 所以你學到了什麼 就是你要很有耐心要追求完美 對 因為任何事情你沒有經過這些的話 其實你很難看到一個 就是比人家不一樣的結果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董事長是 這方面是非常的堅持 所以王一郎董事長的本身有非常多的故事 他這個調教出來的員工 他的女兒從基層做起 最後被任命為總經理 是對你的認可嘛 對不對 那天派任你總經理那天 你有沒有切蛋糕慶祝一下 我好像還好沒有 反而就會說我要做總經理喔 是嗎 可能還要再磨練嘛 因為又是 我後來是有做經理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副總這樣子 所以你是一個位置一個位置慢慢爬的 我們 如果我是他女兒的話 他可能很多事情就交辦我 所以他 你說他升遷我 他不會是像 他可能就是經理很長的一段時間這樣子 對 然後 那可是我們很多事情其實 也不是說變成經理或變成副總嗎 一些事情都不做這樣 有時候真的很多事還是要 所以你繼承的工作 你還是在做 我們還是就是都會一起 那現在同事就是下面主管比較多 就是我可以 不是像王董那種教導我的方法 因為我會常說 我沒有像王董那樣 我沒有辦法親力親為 因為我事情太多 所以我要分工 所以你這個總經理也是比較溫柔一點吧 你對你的部署們 不像以前的董事長這樣嚴格吧 對於我覺得 董事長的那個成長環境是真的 就是打罵教育 我們現在真的你說要不管是陪職同事啊 或是你跟他們互動 其實要有點就是將心比心 那當然因為董事長年紀比較大 有時候我也會當白臉說 那就幫他們就是好像求情或是怎麼樣 就是因為爭取一些 因為我覺得說你的女兒每天都有機會在公司看到你 然後也可以看到母親 可是同事其實都很忙 然後他們有時候一整個禮拜下來 他們有時候跟家人相處的時間反而沒有那麼長 所以應該我們要讓他們可以去做一點比較輕鬆一點的事情 或是禮拜六或是什麼 有一些案子可以怎麼樣 就是你要這樣子去跟他溝通這樣 對 因此你從香菇王集團到現在第一名店 你們的員工大概增加了好多倍 你們的營業額也翻了好幾倍對不對 對我們員工現在目前就是最巔峰的時候有將近快 就是那時候做Costco的非常忙碌的巡迴站 就將近有快要白人這樣 那現在因為整個型態有點轉變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是在60人上下這樣 那其實我們有很多就是非常資深的銷售人員 然後還有我們有一些基層的同事或是中高階主管 就是跟我們一起度過了很多很獨特的 就是我們公司的這種活動式的營運這樣子 等一下跟我們講什麼叫獨特的活動式的營運 所以香菇王集團是從香菇精起家 這是你們的經典產品 因此我們在節目當中 自從第一次推出優惠的時候很受歡迎 所以每個禮拜第一名店的董事長跟總經理 總經理也在嗎 都還是要提供給大家 所以我們今天再問一下還是3000塊錢 對 你們要繼續聽我們節目 總有一天3000塊可能會打九九折 這個是香菇精加大麥蜂蜜黑廚 對 總經理果然被訓練有數 他自己拿了一個手板來 把這個電話號碼拿出來 零八零零二一一一三八八 這個是一個經典的優惠的組合 3000塊錢加上養生的豬肉酥 就是沒有加豆粉 沒有其他的這個其他東西的豬肉酥 跟大家說過 這是李總統最喜歡吃的 以及料理教室的參加券 應該有很多人買了之後 拿到料理教室的參加券 去參加你們的在南京動路旗艦店的料理教室 對不對 對 其實他們有時候 因為3000塊就送一張 那你假如買到6000塊的話 其實你可以得到兩張 那你就有四個人可以參加 那他們也是會排他們的適合的時間 或是他們喜歡的老師這樣子 好料理教室的老師 你們會在網路上公告嗎 我們比較不會 因為我們的座位真的是比較有限 所以假設我們在網路上公告的話 比較難去 特別是你不知道他有沒有券這樣子 或是他是要 就是現場臨時報名的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以 我們會員自己打電話來這樣子 是 有料理教室這個券 還是要先打電話來問他 對 因為預約這件事 預約位置這個名額是很重要的 好 禮拜三跟禮拜六的 對 那我們現在其實有 星期四晚上就是6點半到7點半 它這個是叫夜間試吃會 他雖然不是就是老師在教 可是因為現在很多上班族就是很忙啊 然後他中午沒有辦法參加料理教室 他星期六可能也在做他 陪他一些其他家人的活動 那他可能下班的時候他也許想要來了解一下我們的產品 那我們提供一些體驗試吃的機會 那現在天氣比較熱的話 其實下班到我們的料理教室還蠻舒服的這樣吃東西 當然要吃個剛好也是晚餐時間 好 禮拜四的六點到七點 六點半 那也是要報名 那也可以拿體驗券來 OK 就是這個贈送的體驗券嘛 對 好 上個禮拜我們推出了 夏天的這個豆腐的組合嘛 就一箱12包 然後贈送這個 12包加上這個芝麻醬 這個非常京都的芝麻醬 手磨的芝麻醬 以及黃金芝麻醬有六包嘛 這是1500塊錢 很受歡迎 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歡 所以這個禮拜還有這個豆腐的優惠嗎 有有有 因為我覺得這個豆腐的營養價值 還有它每天真的一個禮拜可以吃個幾盒 我覺得吃精緻健康 然後它是非基因改造的黃豆 然後有海水的鹽乳 另外它是四國的這種很健康的水 這三個就是做健康黃就是豆腐的要素 豆腐上個禮拜推出非常受歡迎 1500塊錢可以帶一箱豆腐 帶芝麻醬 以及帶黃金芝麻醬跟料理教室的入桑就回去 馬上會來 等一下我們還有更精彩的故事提供給大家 那在第一名店的王國裡面 他怎麼樣認真的追求卓越 追求第一要有意志力也有決心 我每次問他說你怎麼做到的就這些嗎 對他是真的都不到最後他不會放棄這樣 每一件事情都這樣 對他很堅持他有時候 我們其實就可能我們就比較不會有耐心 就是已經試了很多次 他追求一個產品 他追求一個產品 他追到那個產品 他會說你還不知道你就不要說先拒絕 你要先試了 所以他其實是實驗精神真的很高度 我覺得我每一件 就是在公司二十多年 我覺得我每天都是在做一件 做很少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好像 雖然是有一些事情是重複的 可是我經常要 我們經常要面對很多就是 欸 這我們怎麼以前沒碰過 那要怎麼辦 就是 對 那因為王董喜歡辦活動 所以我們經常在接觸一些 我們真的都很少 自己都很少跨到那種領域的事情 所以上禮拜你們幫人家波蘭那個 在華山文創園區 不是歐洲節的時候 在幫波蘭來賣波蘭產品嗎 對不對 你講到了那個故事 對 就是以我們公司 都是日本商品為主 然後台灣 我們也是把它就是 把它轉回歐洲風味的這樣 那這也是王董就是訓練我們 就是要能夠適應 適應力 還有一個斜槓 另外他 他有一次跟 我不知道是跟誰聊天還是什麼 他就說 那個很容易的事情 說是別人已經做過了 就不要再去做了這樣 我們就要做那個別人沒做了 這樣子我們才有機會 對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 秉持著這個精神 所以他也希望我們去挑戰這樣 那當然 這麼多年來也是有同仁就是 可能來了之後不一定能適應這樣 因為 通常我們都是喜歡做我們最擅長的事 可是 董事長有時候說 譬如說我看他在面試 就是可能是面試 我看是面試 面試會計還是 他就說我覺得你其實雖然是財務 可是你其實可以先去業務櫃台 先去來磨練一下 那業務櫃台其實是一個 大家都不是很 應該就是像有點外情這樣 你就是要講話要接電話 那其實財務的個人的特質 其實有時候是比較內斂的這樣 他就喜歡跟數字溝通 那董事長就會喜歡就是 不然就 那個 你雖然是做設計 我覺得你應該也要去嘗試做一點業務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 在公司已經待了比較長時間的同事 可能是經過這麼多年的 我覺得現在很多元 你可能要 就是有點 就是把的心態要再廣泛一點 所以第一名店他的公司文化不一樣 不一樣 就是也有可能就是 就是因為挑戰了你的一些就是舒適圈 的確會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潛力這樣 那對我覺得這也是 老闆就是為什麼是王董 就是沒有王一郎董事長 大概就不會有今天的第一名店的這樣的一個特色 對不對 那今天等一下王維军總經理要跟我們介紹 他今天帶來好多其他的產品 你知道第一名店有400多種產品嗎 我們大概從第一集到現在 在節目裡面介紹的也不過才十幾種吧 合起來才十幾種 那今天要再繼續的介紹其他的產品 不過很重要的是 你跟我們講一下你們的黃金芝麻醬傳奇好不好 那個曾經他在Costco 這個推出的時候是那個銷售的數字很高 我記得王董事長跟我們講過 他在你們在黃金芝麻醬在促銷的時候 因為之前是代理上賣得不好嘛對不對 對因為他進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屬於比較高價位 因為當時這種芝麻醬這種東西 其實在台灣你就會覺得 因為外面小吃攤什麼都很有名的涼麵 涼麵就會芝麻醬 所以其實芝麻醬對我們台灣人來講 可能是它就是要平易近人的價位 可是它是打著是一個土耳其的黃金芝麻 然後又是新鮮去磨出來的 另外它有加這個三溫糖 還有一些日本的米醋這些 就是比較獨特性的 那進口的關稅這些 其實都加在一起還有運費 它就是一個屬於高價位的產品 那你如何在就是這麼多的都是類似的產品 要突顯出能夠賣得好又是好吃 那所以那個公司的策略就是做銷售的策略就會變成要很重要 你們怎麼做到的 其實就是試吃 因為試吃是董事長最願意直接付出 然後也很慷慨的 我覺得董事長的個性很慷慨 就是說這麼貴的產品我給你試吃 好吃的話喜歡的人他其實有時候對於價值就比較就是 你知道他就會覺得雖然很貴 可是因為好吃他就會買 那假設就是免費的東西 不好吃送給你可能你都 就是它是一種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辦百貨公司的時候 一定是跟百貨公司的採購 就是說我們在這邊放在貨架上 我們會派人來做試吃 我們不會只是讓他放在貨架上 讓他自己就是被動式的吸引客人 只有這樣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培養出一批就是在30 就是30到50位就是當時就是在我們各點 就是不管是百貨公司或是臨時規或是世貿展 甚至就是這2009年開始到2017年 就是巡迴展在Costco的這樣子的試吃的活動 因為那是最直接然後也可以馬上知道客戶的反應 那我們的試吃方式還蠻多元的 就像Costco的上禮拜知道就是沾芝麻醬 然後它還可以拌麵 拌麵 然後可以淋在熱飯上 甚至加橄欖油 對 就是你可以讓這一瓶變成一個 天天都可以吃的芝麻醬 它就不會只是在日本只是 我們是在火鍋的時候 日本人吃火鍋的兩種醬 最常用就是芝麻醬 另外一種是叫做菊醋的醬 那各縣市都會各有自己的特色 那可是他們這個可能就是簡單的用 那我們搬來把它芝麻醬已經到台灣 就是要你要很多元 就是百搭的 所以就是董事長他希望就是 創造出一個不一樣的芝麻醬 所以這都是你們第一名店自己內部 董事長帶領大家之下所做的這些 行銷的策略跟行銷的執行 都是你們自己的嗎對不對 對 甚至他就直接在我們教育訓練的時候 直接帶著我們的這個業務人員 就是一線的 還有我們就是 就是在客人面前直接辦給 辦給你看 就是怎麼辦怎麼辦這樣 各位可以到那個料理教室去 你就會發現了 那個料理老師在上面煮東西 然後很多第一名店的工作人員 現場就會把那個第一名店的東西拿來 拿來給大家吃 我第一次吃到驚豔的就是 豆腐加皮蛋上面放肉鬆 對 放肉鬆 然後皮蛋也是你們自己的代理找的 皮蛋 然後王董事長還會解釋 為什麼皮蛋也要選擇 因為如果你的鴨蛋的皮蛋 那個鴨吃的不是乾淨的東西的話 那個皮蛋就不乾淨 我都是這樣學到的 那因此你們在這個 黃金芝麻醬在這種 試吃活動的陸續的推廣之下 曾經造就銷售額達到超過台灣人口 對不對 台灣2300萬人 所以你們賣了3000萬 年度的促銷 就年度的促銷 就10天就是在進個12萬瓶這樣子 然後賣完這樣 那一瓶的價位都是300多塊這樣子 當時業界也覺得很震驚 我覺得就是在以這種量販式的 然後大家價位都要普遍比較便宜的情況下 客人會願意在這個促銷的時候 平常可能買一瓶 那促銷的時候 他願意多買個三瓶四瓶五瓶 甚至他願意推薦給其他的客人 其他的朋友 我覺得這是因為芝麻醬本身 它有自己獨特的魅力 還有經歷過這麼多的試吃的體驗 就是他們已經記住這個味道 就是可能別的芝麻醬 就是真的比較難取代 所以黃金芝麻醬是明星產品 那香菇精是原始經典產品 那黃金芝麻醬它是經典產品 然後黃金芝麻醬加上胡麻辣油 加上香菇醬油 這是三寶 三寶放在一起 跟不管是麵 飯 豆腐 所有的佐料放在一起 這是第一名店的特色 因為日本人在賣這種產品的時候 都是一個調味醬放一道菜 我記得董事長說過 三個都要放 那我說三個都要放 三個都要放 那你一次就推銷三種產品 太厲害了 就因為王董在看這個 就是業績啊 他真的是數大 就是一個金額大 就像他 我記得上次他有分享到 就是他募款 他一定是先 自己先捐 他的目標 就是目標比較是一千萬 他一定先把大額的先搞定 因為最困難的就是那些 所以三個一起賣就是最困難的 可是你把三個一起賣成功的話 那其他的其實就是 可以再用方式去做 你一次用 那所以你其實真的用的話 你就是每一次都一套一套賣 對 所以黃金芝麻醬 跟胡麻辣油跟香菇醬油 這個基本的三個產品 幾乎是跟第一名店是畫上等號的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就從王威君總經理提到的 第一名店有非常多的秘密 他們的公司是怎麼樣 從香菇精長大成為 現在四百多項產品 對不對 從香菇王集團到第一名店 那第一名店有非常多不同的東西 今天你有帶來的是 今天我們要把這個豆腐繼續的 讓上個禮拜如果沒有注意到 聽到這個豆腐有多多麼的這個寶貴 因為後來我在這個 在看這個豆腐的時候發現 它是四國的水跟那個 爐水是海水 就是做豆腐的過程有一個沿路 是用海水的沿路去凝結的 所以它每一包出來都是 就是用這個這個包 我上個禮拜的六日都是在吃豆腐 而且我平常吃豆腐會覺得脹脹的 這個不會耶 這個不會 又不會 第一天我是用黃金芝麻醬跟辣油 跟它做涼拌 然後一半是有加肉鬆 這樣對吧 可以可以 其實一塊豆腐 可以吃好多呀 對 因為它 它是沒有味道 所以它搭在不同的菜裡面 就會產生不同的特色 是有 我終於有自信可以說了 有沒有講到料理 我實在是不好意思 像日本人有一個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柴魚花燒 這是我們公司也是自己進那種 我不曉得柯柯姐知不知道這種 一吃這種煎解 我知道啊 煎魚 然後慢慢的這樣子 然後用把它那個燒出來的 對 這我們公司也有 特別引進一台機器 然後直接 你們進煎魚 然後把它 對 因為這個不是一般的這樣子 削成細片 然後你可以聞到這個味道 你直接可以把它 直接淋在豆腐上 所以我跟你說 這一盒豆腐 你可以做成好幾種料理 你可以做兩種 你可以做四種 也可以做八種 那邊小錢菜 那個還可以小酒混合呢 還有客人用那個 像花生仁的罐頭 直接豆腐這樣子 像豆腐花的甜點 對喔 可以放很多 就是它的料 你今天是要讓我們來試這個 對 我覺得日本人的鈣質補充 可以從這個煎魚花削 煎魚花削 它店削 削鉛筆的削 對 花削 它的名字 卡茲的這個 這好像那個 料理人的武器裡面那個 裡面有一個鏡頭 是她去那個女主角去 那個京都最有名的那一家店 你這樣吃就可以吃到非常 很健康的這個 魚的這種味道 好棒喔 對 然後另外胺基酸其實對身 這是原始的耶 對 就是這樣削出來的 那日本人煮湯的時候 就直接可以用這個 就是一鍋水加柴魚 所以這也是你們的產品 對 叫做 這個是哪裡的 整齊 整齊 就是日本鹿兒島的一個產地 它裡面的產的這個 尖結是最高級的 所以你們是進那個 一支的尖魚 對 一支就是這一支 進這一支 然後回來把它 用那個專門的 對 日本的機器 削那個尖魚的 對 我們在那個展覽活動的時候 還會把整台機器 在現場直接削 然後一包一包賣這樣 好甜喔 對 好香喔 它也可以跟豆腐一起嗎 可以啊 然後還有加香菇醬油 那我們今天可以示範一下嗎 可以可以 總經理也會教怎麼吃 我其實 它比較溫柔 沒有 我不是天天做菜 可是這種簡單的 主要的好玩的是 第一名店的東西 就是說它有點像組合 你就這樣拿出來 這個跟那個配這個 就可以配成一桌菜 那我們其實就直接到處 我們不要那麼多好了 好 不要那麼多 因為我們這個豆腐要弄好多次 我們先吃一半好不好 好 要不要 可以可以 先一半 先一半那個 我覺得它長那麼漂亮 要動它都不好意思 沒有 這個買進來的東西就是要 就是要吃的是 董事長都說 然後大塊口吃 好 放豆 就是像香菇醬油 就是有柴魚味道 對 是昏的 對 這已經夠濃了 然後就是來 弄上一點柴魚 是有 就直接淋上去 來 要用那個筷子就好 對 那其實 這是最簡單的就是做 你們的產品好多 每一次節目都 都有那個超級的驚喜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煎魚花燒 削鉛筆的削 削鉛筆的削 對 削鉛筆的削 然後呢 你就可以拌一拌 看 看 好漂亮喔 那有一些像 比較更健康的話 就是秋葵把它切小塊 也放進去 對 還有蘿蔔泥 所以這個豆腐 搞不好可以變出素食種的 那個吃法嘛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豆腐放 煎魚花燒跟 跟那個醬油 對 那你其實也可以加別的 麻油也可以 麻油也可以 醬油要再多一點 應該這樣夠了 你再試試看這個 嗯 又不同嘛 這個豆腐實在 實在是太經典了 它就是很 很很 很飽滿的豆腐 對不對 所以這個今天的活動 要訂購的話還是有 今天還有這個 豆腐的活動 還是要提醒大家 我跟你說 今天的是一箱十二包的豆腐嗎 還加上 加上那個 芝麻醬 對 然後送黃金芝麻醬 小包的對不對 六包 然後還有料理教室的入場圈 我跟你講 這個十二包的豆腐 可以做成的料理 可能是十二乘十二 嗯 它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就算是我用這個煎魚花銷 跟那個醬油露一起 我應該也可以加芝麻辣油啊 可以啊 對 Coco姐最喜歡那個 對 我最喜歡這個 辣油 這個辣油真的 它會辣 它有辣味 可是它又有胡麻的香味 所以呢 你在吃起來的時候呢 就很像好朋友這樣 嗯 王董在家吃也都是 辣油醬油 柴魚 對 我們就是每天的基礎 今天這個介紹的新的產品 就是你們的這個柴魚片 通常我們都在講柴魚片 就是這個意思吧 對柴魚片 那柴魚片品質真的有差 這個是我們這樣進口來燒的 跟這樣一包一包進來的 又不一樣 對 王衛君也很謙虛 可是他講起說 柴魚片也很謙虛 沒有差別的時候 充滿了自信 第一名店的花銷 有它的不同之處 所以呢 電話你要不要再給我們看一下 好 0800 211388 嘿 有兩組啊 今天有經典的香菇精 加上這個大麥蜂蜜黑醋 然後贈送猪肉松 跟料理教室的入場券 同時還有上個禮拜 推出 備受歡迎的豆腐 的組合 一箱嘛 十二包 芝麻醬 跟爭送黃金芝麻醬 以及料理教室的入場券 是1500塊錢 而且是免運費 對 我覺得我們做這個節目之後 其實王董給我們自己的製作團隊 有很大的自由空間 所以我們可以來自己規劃一些促銷方案 謝謝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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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 然後可以替代它平常用的其他的豆腐 其實 第一個就是產品要有能夠自己的特性 所以剛剛講到說豆腐 它除了黃豆水 還有鹽乳之外 它其實在包裝的整個工廠的製作 它其實是用這種無菌的填充 那無菌的填充 就不是只是像那種保酒乳的概念 它是更精細的來製作 然後它的這個特殊的這種包裝的這個盒子的紙的材料 那它這邊也都有著名就是它沒有那個防腐劑跟這個燒泡劑 因為做豆腐的過程會產生很多泡泡 所以它沒有加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滑出來的豆腐一顆 就是整個吃下去其實是對人體是安心的 那我覺得日本人會把這個豆腐做成這樣可以冷藏 應該也是一個他們想要外燒到世界各地 讓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吃到就是在日本吃到的豆腐 因為他們就是日本的飲食文化裡面早上一定是喝一個味噌湯 味噌湯裡面豆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食材 那日本的長壽其實也是跟他們飲食都息息相關 那我覺得豆腐也是一個素食者 現在台灣的素食者就非常多 那其實在選擇上面這樣非基因改造這種黃豆的產品 你在市面上除非去看品牌 你不然你不太知道它的黃豆是基改還是 當然現在已經有一些廠牌都有標示出來 所以我覺得我們公司想要推廣健康的 不是只是為了賣一個很貴很貴的產品 其實是考慮到消費者還有我們自己也喜歡用這些安心的食品 這個豆腐從 也就是說這個是得到的嗎 四國得到的 對 所生產的 這個完全在整個運送過程就是冷藏的這個運送 然後你看它 所以從包裝從紙到所有的這個都是日本原裝 對日本原裝 真的這個看起來好像他們的和服的那個標誌 自己本來就是叫四季豆腐對不對 對它這個用漢字 豆腐 好可愛喔 好這個是豆腐的組合1500塊錢有12包 然後加上芝麻醬跟黃金芝麻醬跟料理教食的這個入場券 我們是一組1500塊錢 然後有加上運費嘛 0800 21388 但是今天我們增加了不同的吃法 其實如果你搭配起來的話 可能可以搭配出數十種吃法 也光用你們的這個產品就可以了嘛 對 像豆腐一塊你可能一次買12個 可是你其實變化可以很多 像你可以吃冷的 還有剛剛這樣直接拌 對 那吃熱的話就是我們那個 柯柯姐旁邊那個天池豬 對 上一次我們那個主廚也好喜歡用這個肉燥 那我自己在家裡面其實我覺得那個很方便 是這個是打溫的 對 然後泡水就可以了 出來就這樣 所以把它加熱 再把豆腐稍微加個熱 對其實這樣拌一拌 然後就其實就是很單純的這種家常的這種肉燥豆腐 所以你可以直接就是 就挖著吃這個不用配飯 是 好 但是這個豆腐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別 而且怪不得這個總經理王威就告訴我們說 你們的產品主要是以 就是王董事長他建立的行銷的 最具體的方式就是試吃 對 辦體驗試吃 對 因為他有信心 你一吃了你就永遠難忘 對 他常常就會說 你吃吃看保證好吃 甚至他說 我沒有吃這個 我只要說 你就吃吃看 你就吃看 他就是會有那種 說服力很強 他們真的吃下去 欸不太一樣 對 所以就是 只要給我們試吃的機會的話 我們的銷售人 都很樂意服務這樣子 對 像我對豆腐其實不太常吃 因為我吃豆類的東西會 會有點覺得腸胃會脹氣 嗯 真的 所以一開始你們小姐 在店裡面給我這個的時候 第一時間的時候我想說 豆腐 沒有什麼特別嗎 嗯 後來發現真的不一樣 好 今天呢 王維君總經理還帶來了其他的產品 對 因為剛剛講到天池豬就是 除了肉鬆這些 其實就是每天可以 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就是 可能拿來 包括肉鬆也可以拌豆腐這樣 對 那還有一些像 董事長他也開發一些像是 比較像是 這種小吃 然後 因為他最喜歡像那種肉圓 或是雞羹這種 我發覺裡面有肉圓 對還有雞羹 對 那這個肉圓的故事 就是我覺得這也是在一個 嗯 這肉圓是冷凍 對這冷凍的 解凍就可以吃啊 自己吃不吃啊 解凍要用蒸的或是用 就是 煮一煮就可以吃這樣 對 那這個肉圓 他就是 王董他是彰化人 你知道彰化人對於這個肉圓很重視 嗯 那董事長他應該是有幾次坐長榮航空的飛機 就是到貴賓市 貴賓市有 有肉圓 嗯 王董也是都會去吃看別人的東西這樣 他覺得這個肉圓怎麼那麼特別 因為肉肉很大塊 嗯 就不太像一般有一些肉圓是碎碎的這樣 後來他就是巡線就找到這個製作這個幫長榮做這個肉圓的工廠 他就跟他說我可不可以拿我的天驅珠請你幫我做我們公司的肉圓這樣 嗯 這都是好有趣喔 對 所以這個比較像是霸王肉圓 然後他們做的我覺得也很好 就是一顆一顆就是分開的 嗯 就是你回家很累的時候或是中午你就要打開就蒸 嗯 或者是丟在水裡面滾水煮也可以 嗯 然後他可以沾芝麻醬 外面的肉圓不是都會沾那種 你不曉得那什麼醬對不對 就是甜甜的或紅紅的 王董就是說 嗯 我不要用你們其他的什麼醬 我們就是用芝麻醬 喔好 我們這邊有一個已經 嗯 這個 看我們可以把它剝開 就看到 它的肉腳是很 對 我真的是很敢配王一郎董事長 你隨時隨地 你都在尋找你的這個合作的食材 然後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想到 去一個長榮貴賓室 他都可以用最後追蹤製作出一個冷凍的這個肉圓 而且他還真的找到了 對我也有覺得 為什麼長榮航空的貴賓室會告訴他這個 這個罵完是誰做的呢 我覺得他為什麼這麼有本領呢 我覺得王董他有太多的朋友 然後長榮航空是一個非常很高水準的那個 這個第一名的那個航空公司 董事長都喜歡用長榮航空 他自己也會重視那個航空的安全 下次我去他貴賓室也來看看他的肉圓 但是可以先吃第一名便了 你的意思是說 他請這個 這一家肉圓的製作的這個廠商來做 可是用的是你們自己的天取豬 對這一定是就是我們假如要找廠商 來製作我們自己的熟食的話 我們的鮮水條件要用到我們的豬肉 所以其實這個中間的溝通啊 過程交涉其實是都需要花很多的智慧 而且要有說服嘛 他從那個長榮航空吃到罵完 到最後你們生產出來天取豬的這個罵完 要多久的時間 那時候聯絡我覺得好像也還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工廠也非常的就是 會做 願意就認識王董 其實很多人認識王董 會覺得王董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老闆 很有意思喔 沒有看過 他來跟你們講 他是從 所以他常常做這種事 對他常常會說 你們這個是有沒有 或是去什麼肉圓 你那個肉圓不錯喔 你要不要幫我們做我們的肉圓 好大塊 對 他真的這個肉真的是很大塊 因為董事長也是看中那個大塊 他是吃大塊 然後要淋上辣油芝麻醬 OK好 然後它的皮是就是很Q彈的 對 那我們來淋那個芝麻醬好不好 這太好玩了 長榮貴賓市的廠商 這沒開 料理商嘛對不對 太有趣了 所以這就是 你這個爸爸滿好玩的耶 你這個爸爸跟爸爸不太一樣 真的不太一樣 就是 就變成我們常要幫忙 要記錄很多事情 好 就是看電視看一看也要 已經搖晃過了 看電視看一看也要知道 看到沒 罵完天曲珠罵完 第一名唸的天曲珠罵完 是配黃金芝麻醬跟胡麻辣油 對啊這個也是一個 這個你在家裡面這個 招待客人也可以這樣子嗎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再加一點 比如說你喜歡香菜或是其他的 可以在家 我來吃一口看看 好有趣喔 這個 我覺得我們做人 做事業 如果每個人都像王董事長這樣子 分分刻刻 時時秒秒 都在做他的這個 事業上面的有趣的產品 他也不覺得累 他覺得好好玩 不過幫他做事的人要很有體認 就是會真的很累 聽到沒王董事長 我知道你有在聽我們節目 好吃 好吃喔 對 然後我覺得飽足感也夠 這肉好吃 這肉是那個 它裡面有這個 就是 還有筍子 對有筍子 然後還有這個油蔥酥 對啊對啊 它就是做成 但是其實就是肉丸的味道 可是 但是我知道 你吃這個的時候 會知道這個豬肉是哪裡來的 所以你會有這個溯源嘛 履歷嘛 另外就是 很多外面的肉圓是炸的嘛 我們不需要這樣子 我們就直接用蒸的或煮的就好了 所以 自己買一包在家裡面 買一包 對 它每一顆都分開的 那它是冷凍的嗎 每一顆分開 不需要解凍就可以直接去蒸 直接去煮 可以把這個外面這個塑膠袋放著去煮嗎 應該不可以吧 就是要剪開 剪開把它放在水裡 放在水裡煮 對 我都這樣子 冷凍都直接下水煮 對 要不然就是 蒸的話 電鍋蒸 對 這我會做 這我會做 我會放在電鍋裡 然後我也會用黃金芝麻這樣 這好好吃喔 而且我覺得第一名店的東西好玩的是 它都有故事 那個故事就是 我覺得那個王董事長 那個追女朋友的精神發揮到它每一個產品身上 還有雞捲 給更 這個給更也很好玩 有故事嗎 因為大家過年都會說要吃點那種 我要再吃一口 雞捲的概念 就自己炸 可是現在人越來越不可能做這種 就是像這樣一條 然後還要把所有的肉啊料啊 這裡面材料很多這樣 碧琦這些 所以董事長就特別找到就是 而且雞捲在早期是用那種 就是油脂比較 就是油可能不是很好的油 因為比較便宜啦 對 那可是王董事用這個 豆腐的這種 就是腐皮把它包起來這樣 所以其實你就蒸一蒸 或是來煎一煎 煎一煎就好 對 這是煎過的 好這個是給更也是 對王董事長自己希望做出來的 然後我們又用芋頭 芋頭對身體很健康 鹼性的食品 就是 這是我們店裡面有在賣的產品 從開始妳知道 雞捲沒有雞肉 雞捲沒有雞肉 雞捲是一個 就是把 一個名字是不是 就是家的概念 就是 就是 我不會講就是 過年的時候啊 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 年菜吃不完的時候 把一些把它包起來 然後外面用 對 豆腐衣把它包起來 以前是早期可能是用這種 就是直接油去炸這樣子 那 就是給更就好像 一個 家裡面的一個過年的年菜 我以前一開始吃給更 人家叫我吃的時候 我都吃 但我也沒多講話 我都覺得 是不是我吃錯了呢 為什麼沒有雞肉呢 吃了好多次才知道給更沒有雞肉 對 你們這個是 給更就是 豬肉跟其他的那些 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蔬菜 所以它其實是 營養 我覺得也是 適合當點心 好 都不需要做很多的工序的 好 我來吃一口 你可以沾這個 芝麻醬 也可以沾芝麻醬 跟胡麻辣油啊 好 酸酸的還可以沾這個醋 醋 對 那你看他有吃到這個 你們的給更不一樣 還有芋頭 對 芋頭 所以這是你們第一名店的食譜 我們跟這個代工廠 然後就是跟他討論 他們也是有做過這樣的經驗 不然的話 雞捲通常要把它變成 一個這樣子調理食品可以賣的話 其實工序要能夠做的工序的工廠 好 今天的罵完跟給更 就是我們今天推出的 新的這個第一名店的產品的 驚喜喔 今天還有很多小菜耶 這些都是夏天啊 或是 今天特別帶來用你們的萬用醋 對不對 這個Coco姐其實 這個我會做 只要把東西切一切 然後都進去 好 這個胡蘿蔔 蘿蔔 跟小黃瓜 跟這個萬能醋放在一起 好 這次韓琪老師有教我 這個我會做 然後你今天那個漂亮的小鍋子裡還有東西嗎 這個就是高麗菜捲 然後還有用 就像煎魚高湯把它用關東煮 做成湯底這樣 今天還有煎魚高湯耶 這是煎魚高湯嗎 煎魚高湯 就像剛剛你的柴魚花燒那樣子 然後其實日本都做成一包一包的 這是即時的就沖了就可以喝的 對 直接可以變成湯 所以你們的這個天驅豬的產品裡面 有好多嘛 有這個肉丸啊 芋頭肉丸啊 有這個雞捲啊 有肉麻丸啊 還有這個高麗菜捲啊 乳肉草 然後當然我們也介紹過了 還有那個 這個 其他的是這個用排骨做出來的 排骨酥啊 排骨酥還有鮮肉丸 那你們是為什麼會從日本的產品 然後自己建立起自己的天驅豬呢 這個故事呢 我們下一集再揭曉 今天節目到這裡已經大家非常滿意了 一定很多人在問今天的優惠產品 王總經理跟他的團隊呢 特別維持經典的產品之外 那就是豆腐 今天豆腐繼續提供給大家 因為上個禮拜很多人大概也訂購了豆腐 可是今天我們繼續介紹的就是豆腐的 它的可愛的地方呢 我不好意思講那個 日本人的東西 我記得忘記 好像我們同事有一個家價購 像買這一組豆腐 或是買這一組 有這個家價購 299就可以吧 因為這一盒要476塊錢原價 是 好所以你買香菇精 3000塊錢的這個產品之外 或是再買豆腐的產品 今天有兩組優惠喔 豆腐嘛 對然後可以買這個家價購 用299 又比較299的 可以直接帶回去 我們的這個電話線 現在電話線比較多了嘛 對不對 0800-211-388 同事都幫忙接電話 非常謝謝第一名唸的工作人員 禮拜六耶 在放假的時候 他們都加班來接電話 對不對 好感謝喔 不過也謝謝聽眾朋友呢 對這個 報導聯播網的新聞方便跑 報導第一名節目的支持喔 其實我們的節目就是第一名嘛 來下個禮拜再見囉 0800-211-388 5 meilleur 2 5 12 12 1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